Hello,我是Vocam不断,但坚持不脱红的东青 我们今天要看的还是黄建兴导演的电影 也是我解说他都市三部曲的第二部 站直喽,别趴下 故事依旧发生在90年代 不过场景转移到了一处老旧小区 通过三个邻居的各种斗争和合作 映射当时的中国社会风貌 他们有着符合各自身份的典型性格和行为 代表了三种阶层 张勇武是泼皮无赖 没文化,没教养,不讲理 打跑了好几个邻居 老刘是干部,刻进职守安分守己 生活上勤俭朴素,表面正派 高文是作家,犬如代表 迂腐怯懦,却还保留着一丝正义感 他和教音乐的妻子一开始跟爸妈在一起生活 但有诸多不便 比如晚上办事的时候老妈起来打水 搅得二人兴致全无 好不容易单位分了套房子 搬家时却得知邻居张勇武是恶霸 那无助的张勇武两口子 那是两只狼,摇取了那厉害 没人干扰 高文一开始没当回事 结果第二天清晨便意识到恶灵的厉害 张勇武老婆莉莉把一堆垃圾扫到他们家门口 搞得苍蝇满天飞 高文只能拿灭海灵出来喷 却被一把抓住,差点被猛揍一顿 不过张勇武见他是作家 斯文老实人也便收起泼皮屋来想 让老婆莉莉赶紧把垃圾收拾了 以后多走几步倒进垃圾桶里 甚至想送几门花给高作家 反正不值钱,大不了晚上再去偷 高文一听自然不敢要 也不想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蜿蜒谢绝 不过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在这里住难免也会被卷入是非之中 晚上一对老夫妻来找刘主任 却敲错门,敲开张勇武家的门 就剖皮轻车熟路 说老刘睡着了 面不红心不跳地收下了礼物 这一幕被高文看见 本来想说两句公道话 却被一句话噎回去 这都是不义之才 我把这些东西全都给扣了 实际上就用实际行动打击不正之风 原来刘干部管人事 负责招工 每个月都会有人来送礼打点 有一部分便稀里糊涂地被张勇武扣下 这让老刘恨得牙痒痒 但这种事情不能声张 他也不敢明着发飙 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高文何尝不是如此 人老刘都认怂了 自己没必要再多管闲事 见张勇武一帮朋友带着狗进来 趁机终止聊天 溜回自己家里 但这天晚上那条狗叫了一夜 搞得整栋楼的人都睡不好觉 在同一层紧紧相邻的 高文和老刘家更睡不着 往耳朵里塞棉花 不过老刘虽然不敢跟张勇武正面刚 却深谙斗争之道擅长暗算 第二天面偷偷用公用电话报警 叫警察过来 没收这孙子的狗 张勇武一副魂不立的样子 差点干起来 被押回去关了一天 老刘特意坐了一桌子好赛庆祝 一家人总算是狠狠出了口恶气 妈 我爸现在那么高兴 张勇武让公安局给收拾了一顿 晚上才放回来 张勇武被放回来后借酒消愁 喝多了以后找高文聊闲天 他猜到其实是老刘抱得紧 扬言明天要好好收拾这混蛋 张勇武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是对的 高文心里极为嫌恶 忍不住想说句公道话 话到嘴边却又忍住 跟这种泼皮无赖讲道理有用的话 能逼得老刘打电话报警吗 他毕竟刚搬来不久 还要住很久 没必要因此跟张勇武结仇怨 但身为知识分子 见不得这种流氓作风 高文气得在家破口大骂 可妻子知道他色力内忍 也就敢在家里骂 把门打开便立刻收声 讨厌 我告诉你高文 咱们家对外政策是不干涉别国内政 你给我记住了 话虽这么说 可晚上老刘带着女儿来请教 他还是忍不住提醒 不过再怎么提醒也没用 第二天闭门不出 张勇武便砸门 老刘好歹是国家干部 被人欺负到这个份上 哪还忍得了 同样忍不了的还有高文 他实在见不得坏人猖狂出去报警 与此同时 老刘推开门与张勇武理论 却不是那夫妻俩的对手 脱皮的老婆是汉妇 各种难听的话 录好拿着录音机四处放 老刘冲上去抢 结果中了圈套 被夫妻俩找到机会 暗地通殴 好在警察街警 即使赶来将着救下 才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 张勇武夫妻俩 则因为故意伤人 被警察带回局里 一路骂骂咧咧 到了警局 又污蔑刘干部 刚才撕扯的过程中 偷了莉莉的金戒指 两人的表演能力一流 说哭就哭 仿佛刚才打人的不是他俩 可不能冤枉我们 我们勇武这辈子 就活了个十场 高文告密救下老刘 还把恶人送进局子 晚上炒几个菜庆祝 可还没喝几口酒 便发现门外 又传来张勇武 极为嚣张的叫嚷声 警察也拿这个无赖没辙 他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又能做什么呢 没想到都从最苦难的年代 熬过来了 还要受这些个破皮的欺负 不过这之后 倒也安生了一个月 因为张勇武辞职 忙着创业 开了家龙鱼公司 买了五六个大鱼缸 在家饲养各种观赏鱼 老刘觉得这种行为 就是投机倒把钻国家空子 一个劲长衰 个体户来钱快去的也快 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给这些人准备的 而居民楼里经常停电 不是保险丝断了 就是供电公司断电 一没电 吸氧泵就没法工作 张勇武全家都得 熬通宵人工质养 最好停他三天 看张勇武能撑到什么时候 那鱼全死了才好呢 更让老刘开心的是 第二天张勇武的媳妇 莉莉开始反对养鱼 自从养了鱼 家里的衣服便受潮严重 自己身上也长大量红斑 莉莉越说越气 想砸大鱼缸却舍不得 最后只砸碎一个小鱼缸 但张勇武上来便是一巴掌 鱼就是钱 钱就是命 这是找死呢 莉莉被狠狠揍一顿 也不打算再砸了 收拾好行李便往娘家走 这一走便是三天 儿子只能跟着爸爸 每天在家里煮方便面吃 不过莉莉放心不下这爷俩 隔几天便回来一次 给他们做好吃的 高文看热闹不嫌事大 反而还觉得张勇武的 老婆对老公还挺好的 以后咱俩要打起来 你能像张勇武的老婆那样 对待我吗 不能 我没他那么贱 贱不贱的咱先不说 总之张勇武也不敢让 媳妇一直留在娘家 她知道自己是暴脾气 不会说话 于是特意找高文 一起接莉莉 为此张勇武特意在房间里 安装排气扇 这样家里就没有吵气了 高文抹不开面子 只能也跟着去 这才顺顺利利的把人接回 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张勇武的生意做大 竟然还找了个小秘书 虽然这女孩是朋友的孩子 可利利还是心生怀疑 瞪了老公一眼 高文本想直接回家 结果被张勇武强行留下 一起喝了顿大酒 可回来刚吐完敲门声响起 老刘心急火燎的说 女儿小美出走了 只留下封信 说要跟朋友们自杀 理由是高考失利 没考上大学 原来因为没考上大学 这几天老刘 每天都会对她进行批评教育 估计这个姑娘是心理压力大 一时没想开 就决定跟朋友们自杀 高文只能带着老刘 赶紧往海边跑 然而找了一夜 也没找到孩子 但这几个女孩 哪敢自杀 第二天早上 从破传醒来 便赶紧回家 做父母的被这么一下 也不敢再说什么 只能暂时由着孩子信子 小美 我们有话跟你说 高文发现 自从做开生意 张勇武的破皮本性 竟开始有所收敛 而且他养鱼确实有一套 做人偷奸耍花 做生意却恪守损责 严禁老婆和秘书徒化妆品 抹指甲油都不行 那都是化学制品 一旦碰到鱼缸里的水 就会将水质污染 一缸子鱼都得跟着遭殃 这些鱼不好养才金贵 现在人有钱了百阔绰 都会在家里养鱼玩 于是张勇武的生意水涨船高 不到半年的时间 便赚了一大笔钱 主要是他这个人胆大 为利益不择手段 也会巴结上面的领导 前几天公安局局长 来他这买鱼 张勇武直接送两条最贵的 老刘觉得这是贪污受贿 却没实际证据 来证明他有犯罪行为 于是让女儿小美当特务 与张勇武的秘书搞好关系 在深入内部 老刘的猜想确实很准 张勇武没有过多怀疑 便让小美来自己家玩 他分得很清楚 大人间的矛盾是大人的 没必要把孩子牵扯进来 而且之前小美离家出走 寻死的事情 闹得全小区都知道 父女关系不好 张勇武里面没多想 让小美跟着秘书帮忙 每个月工资照发不握 平常还有各种福利 去酒吧喝酒跳舞唱歌 不过孩子只能喝果汁 甚至这个月生意不错 特意给两个女孩 一人买了套很贵的新衣服 张勇武这个人是 破皮无赖没错 但性子直爽 对员工好 没得说 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人 就像刘干部和高文 并不是纯粹的好人 晚上小美穿着一身新衣服回家 爸爸发现后 自然是一通怀疑训斥 妈妈甚至猜测张勇武肯定干了什么 否则干嘛给买这么贵的衣服 你给妈说实话 张勇武有没有欺负你 被这么一说小美降脾气上来 第二天便还衣服 并去医院做检查 回家后将处女模完好无损的证明单子拍桌上 坚决不再当特务 但他去医院的事在小区传开 上上下下都开始添油加醋议论纷纷 老刘要脸不敢声张 但张勇武忍不了 坐到院子里喝口茶并骂娘 说自己光明磊落 老街坊邻居给孩子买身衣服怎么还成问题了 一个个的平常人模狗样 全是伪君子假刀学 脑子里全是龌龙 小姑娘年纪轻轻的 怎么能辱他名声 这是当长辈该做的事情吗 张勇武此番行为 使老刘对他有所改观 觉得这人没原来那么坏了 张勇武骂街了 小美倒像是他家的亲闺女 这次骂街反而改善了张勇两家的关系 为之后的和好埋下印子 又是几个月后 张勇武养的鱼越来越多 急需大量的草鱼投喂 于是想了个招 大量收购小草鱼 并鼓励小区居民去河边捕捞 谁又能跟钱过不去呢 之前有夙愿的也纷纷放下恩怨捕鱼赚钱 高温还有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架子 躲在家中写小说假装不知道 但门方大爷敲响门鱼 说自己也想捞鱼赚钱 让他帮忙看下门 高温心里不想嘴上却不方便拒绝 只能下去帮老爷子看半天门 结果晚上大爷回来说赚了三十 并给他十块 说可不能白帮忙 一向过得清贫的老刘也想挣这笔钱 但又不愿放下身段去捞鱼 想到小美的舅舅在水库当头 觉得可以牵线搭桥促成两者合作 水库售卖草鱼给张勇武当鱼时 解他燃眉之急 自己则能吃灰扣 国共还合作呢 两人之间的矛盾只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不碍事儿 这天晚上张勇两家皆大欢喜 只有高温家死气沉沉 郁郁寡欢 你要说不羡慕那是假的 铁饭碗再铁 也比不上白花花的银子 而且老刘和张勇武站在一条线上 高温的处境就变得很尴尬了 几个月后在老刘的暗中帮忙下 张勇武的生意自然越做越大 甚至还在市里租了新场地 并邀请一众文化名流在饭店庆祝 高温也被邀请 去了发现有很多平常自视清高的老艺术家们 老刘也是做上宾 有些尴尬 毕竟之前的情况他也非常了解 而张勇武喝大了 开始吹嘘自己为人有多老实 多讲理 多和善 这年头世道变了 有钱的人没文化 没文化的人却很有钱 甚至这些有文化的人 也为了钱成为有钱人的走狗和找牙 高温依旧有知识分子的清高 不愿同流合污只是表面应付 但是晚上张勇武上门商量 说想买下高温夫妻俩住的房子 按理说有钱的直接在市里买套更大的住不就得了吗 干嘛还住这里 可算命的说这里是张勇武的财员所在 搬家生意会出现大问题 于是他决定把隔壁高温家买下 把墙砸通 这样面积就大了 当然开出的条件很诱人 给夫妻俩在离单位近的地方买一套 这买卖不亏 高温自然同意 很快便跟妻子订下新的房子 但他还不想那么快搬家 觉得得有个心理准备 还两天再说 可张勇武不愿意多等 觉得他瞎矫情 搬家还需要啥思想准备 于是晚上又变成剖皮无赖 制造各种噪音表达不满 逼他们搬 高温还是选择屈服于金钱的淫威 连夜收拾东西第二天搬走 而他前脚刚走 张勇武共用的工人便开始砸墙 忙得不亦乐祸 莉莉则提议 左阴右摄的合格影留念 就当是给高温一个礼物 仿佛昨天晚上砸墙的事 跟没发生过一样 又热热闹到做一起 只是拍照片的时候 摄影师不小心踩到香蕉皮 使摄影机倾斜 照片里的人自然也跟着倾斜 一如他们畸心扭曲的社会关系 总部电影看下来能感受到 知识分子高温才是绝对难拙 如果非要找黄建兴都市三部曲的主线 那便是知识分子的困境 90年代市场经济下社会转型中 他们受到冲击和认同危机 知识精英的地位 早已在世俗化的消费经济中一曲不反 失去了立法者或禅士者的地位 沦为世俗生活的平庸者 不论是王馆长还是狗记者 亦或是高作家 都面临着选择和分化 他们放弃了传统的 忠于亲历的价值观 拥抱功利投机主义 他们的人格尊严在物质欲望的杠杆面前 显得格外疲乱无力 知识分子们不再决绝地抗拒现实 而是对现实主动靠拢妥协 但在黄建兴的电影里 他们仍保留着道德底线和社会良知 虽做不到不为五斗米折腰 但知识分子仍有一丝坚持在心中 而有趣的是 虽然经济在转型城市现代化 根却没有变化 就像黄建兴导演在采访中说的 中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 真正的城市一切靠法律约束 而现在我们是人治法治并存 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 靠人为的方式来调节 靠道德规范约束 所以遇到像张云武这样的泼皮无赖时 知识分子会很受挫 因为道德约束不了他 而他又很擅长钻法律的各种空子 甚至很擅长投机取巧 顺应时代潮流成为社会心的主体 而为了赚更多钱 他反而开始守规矩 并学会利用法律 很多人会觉得张云武是泼皮无赖 但他也是新时代的代表 知识分子们横竖看不上这类人 但最后还不是得给捧臭脚 过去他们是站着的 现在仍想站着 却只能尽量别趴下了 电影结尾照相 观众以为是传统的大团圆结局时 导演踩了个倾斜 在采访中他说 这又是一个异象的发展 说明社会上现在的人心里失重 自己找不到一个定点 所有人物的笑声中 含有现代人的一种 琢磨不定和焦虑不安 每个人必然为这一巨大的变形所振动 所裹挟着前进 一个告别式却无从告别 或不知告别了什么 失落了什么 而导演对未来的发展虽然存异 却仍然抱着积极乐观的心态 就像停电时高文说的那句话 虽是戏谑 却有几分乐观 老头家 这电影得停一宿 你要在黑暗中写作了 没事 我是写的解放钱的事 好了 我是话更不断 但坚持不脱钢的东西 接下来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 不想错过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 最后点赞评论转发来一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